請次長跟署長來 請次長跟楊署長來 陳委員好 這個次長好 我大概幾個簡單的問題就叫 就是說 這個過去 我們在早期 還有省政府存在的時候 當時包括省政府或者是三級政府的時候 當時只要幾乎台灣一下雨 不只是都市計畫內的排水 或者是包括台灣的一些主要河川 幾乎每次一下雨 這個問題就非常嚴重 所以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當然當時國會的多數黨是國民黨代理法院 民進黨提出八年八百億 後來代理法院通過的預算是一千一百六十億 那為什麼當時是要以特別預算的一個概念 那跳脫過去這種 以編列公務預算的這種方式來 作為治水的一個 預算的一個編列跟計畫的一個執行 你知道為什麼嗎 製長 請委員指教 經濟部製長請我指教 第一個問題你就請我指教 但是我並沒有主辦水利 或者是我請楊署長來說明一下 市長這個你要加油 這個業務你在負責 你不能說第一個問題 我只是問一個大方向而已 你就說請我指教 那下面我不是唱獨角戲嗎 還是換我們民進黨來執政 請楊署長來說明 因為他一直在水利部分 我剩下六分鐘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預算規模不夠大 需要治理的時間非常的長 所以特別預算的方式呢 是集中資源 然後來加速他的治理成效 這一個答對一半 但是另外一個是為什麼 因為令定專法 是要突破不僅是預算的規模 還有法令的限制 包括水利法跟財法法相關的一個規定 那以中央的力量來協助地方來辦理治水 所以他還是有牽涉到一些法令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民進黨認為說修法的這個部分 還是要繼續以特別條例的概念來做處理 這原因不是只有預算的問題 那還有一些水利法、財法法 相關財政負擔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大概102年只剩下178億 那在這8年即將屆滿 這8年來署長你告訴我 大概這個不管是預算的執行 或者是台灣的這個天氣的變化 地貌的改變 大概有哪些主要的一個原因 這8年來 你看每次一下帶還是非常嚴重 目前的預算執行率到今年的年底 我們的目標是超過90%以上 那第二個就是目前還會有淹水 至上氣候的改變是最主要的原因 那全世界大概沒有一個地方 像台灣承受的這種降水的壓力是這麼大 所以現在還淹水的地區呢 有兩個 一個是還沒有時間的關係 沒有錯 你講的沒有錯 但是真正的原因就是真的是 這個全球暖化 這種全球氣候的一個變遷 所以你看這個卡梅基、莫拉克、崩栽來 這個造成的這個雨量跟土石流 這個比過去是史無前例的這個狀況 是過去8年800億之前這些比較少碰到的 那第二個縣市合併 包括專案補助跟一般補助 在地方的這個服務以高雄市為例 專案補助減少200億 一般補助減少100億 所以總共就減少300億的規模 那地方財政雖然總籌款有增加40億 但這樣加減這樣起來 地方的財政負擔是變得更加嚴重 那市價收購 現在以平定市價來講 土地的價格也增加 那公聽公正的程序 這個徵收的程序又變得冗長 所以有這些因素啊 造成說跟過去的整個 包括預期的效益 比從1.1降到1.04 所以這個對地方的一個治水來講 或者是中央的一些數來講 當然是更困難 對不對 我從這張表 過去我們幾乎基隆和整治 把所有的預算都發在北部 包括基隆和整治特別條例裡面 這一些的一個整治計畫 所以你看這幾年啊 台灣的雨量 幾乎每次台方來都下在南部 在西南部 有沒有看到 我以康瑞台風啊 這一張比較簡單的這個圖表來做說明 你看是幾乎都是下在西南部啊 都是下在我們中南部啊 雨量下在中南部 那過去政府投注的這個預算的這個規模 又比北部小 所以你當然八年八百億你要滿足這些 包括我們現在八年八百億的對象 包括現款區排跟農田排水 山坡地整治等等這個部分 這個當然這個計畫必須要繼續來進行 你怎麼可以中途喊停呢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中途喊停呢 明年度啊我們政府 我看到我們這個經濟部的這個預算 水利署的預算 只編列三十八億 對不對 你跟原來八百億八年八百億 八年一千一百六十億的一個規模比較 這個每年一百億兩百億的規模 減少到三十八億啊 我覺得這個恐怕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 相當大的未來計畫執行相當大的一個困難 那以這一個啊 我們今年未來的這幾年啊 高雄市就報了一百零二億的這個第一期的這個經費取求 那你們的六年六百億啊 又被行政院打了回票 那我們高雄市怎麼辦 現在我們高雄市怎麼辦 所以經濟部的立場 假如說站在協助地方整治治水的功能 應該是要跟立法院的立場一致嘛 你應該要贊成民進黨的修法 跟中央要預算啊 中央怎麼會沒有錢 怎麼會沒有錢 年終未聞金一省就省了一百億不是嗎 對不對 要省不省 才東扣西扣這些保命錢啊 其實還是應該優先用來治水不是嗎 政府的預算不是應該是優先用來治水嗎 那更何況 這個次長 我跟你報告 2011年2月啊 當時胡敦義準備選舉的時候 把同抽款剩下的一百零二億 全部都發給地方政府 不分這個用錢的需求程度啊 每一個縣市發五億發十億 就這樣當上財重子把它花掉了 這一百億一開就一百空也一樣 我坦白講我們真的是非常痛心 政府的錢是這樣亂花的 沒有用在刀口盪 沒有用在我們那些西南部 我們中南部這些民眾的保命錢 難道這些人都不是我們的國民 我坦白講這個是嚴重的歧視啊 我們南部地區的這一個民眾 所以我在這邊啊 我還是真的是也要利用這個機會 跟我們這個次長說明 我們高雄市包括八高寮齊山地區 湖內地區 這個我們的錢 我們的這個八月八號 我們水患治理審查小組已經都審核完畢 我們計劃土地徵收什麼都準備好了 但是就是沒有錢 我們都已經完成土地區的 就是沒有錢 總共啊 我等一下這一張表 我不給這個次長 總共有四十二億的這個高雄市的這些 雞屋啊 美農 人武 杜竹鋼山 這些都是大家電視打開就是在淹水的這個部分 我這個需要 我希望說我們經濟不能夠給予協助好不好 我們會來盡量來爭取這個 後續的治理的水患的所需要的經費 你應該比較有勇氣一點跟部長講啊 說假如六百億 行政院全部撥下來 他要辭掉經濟部長 我們立法院一定當他的後盾 對不對 你要有這個guards嘛 所以最後我還是希望說 能夠站在體恤中南部這種水患 每年人壽水患之苦這些民眾的立場 能夠支持民進黨版本的一個修法 好謝謝